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12月8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是圣母使胎无染缘醉节 在你的信仰旅程中 谁是你学习的榜样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最好的榜样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 天使加比尔奉天主差遣 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纳萨勒的城去 到一位童贞女那里 她已与达位家族中的一个 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 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向她说 万福充满恩宠者 上主与你同在 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 她却因这话惊慌不安 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 不要害怕 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 看 你将怀孕生子 并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她将是伟大的 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上主天主要把她祖先达位的御座 赐给她 她要为王 统治雅各伯家 直到永远 她的王权 没有终结 玛利亚便向天使说 这事怎能成就 因为我不认识男人 天使答复她说 圣神要临于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避孕你 因此 那要诞生的圣者 将称为天主的儿子 且看 你的亲戚伊撒伯尔 她虽在老年 却怀了男胎 本月已六个月了 她原是诉称不生育的 因为在天主前 没有不能的事 玛利亚说 看 上主的婢女 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 天使便离开她 去了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今天教会特别庆祝 圣母使胎 无染原罪节 你对这个教义所教导的 理解有多少呢 在1854年 教宗庇护九世 隆重宣布 制服童贞玛利亚在始运时 曾因全能天主的恩宠 特恩 看人类救助基督耶稣的功绩份上 完全免除原罪的一切罪污 基本上 一般人因为原祖亚当不顺服的罪 继承了原罪 也继承了堕落的本性 然而 圣母无原罪教义相信 玛利亚是被保护 没有原罪 今天 我们可以庆贺天主的慈悲和大能 因为她为了成全救赎人类的计划 在玛利亚身上行了奇迹 我们也可以很欣慰地在玛利亚身上看到最好的自己 玛利亚虽完全和我们一样 拥有软弱的人性 却为我们立下顺服天主最好的榜样 在福音中 我们看到当玛利亚开放自己 让天主的恩宠来到自己身上 并勇敢地回应天主 顺服他的计划时 救恩就透过他的生命来到世界 很多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也变得可能 这也是我们可以向往的目标 然而 当我们惊叹人性的潜能时 我们也痛苦地意识到 自己犯罪 骄傲 不顺服 不自律的倾向 我们不仅怀疑 玛利亚如果没有原罪 他是否能够同理我们面对罪的挣扎 今天 就让圣母温柔地向我们保证 他是我们的母亲 也了解我们的苦 他会在天上不断为我们祈求天主 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宠 抵抗罪的诱惑 请品尝圣言 万福 充满恩宠者 上主与你同在 在女人中 你是蒙祝福的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检讨你和圣母间的关系 他在你的信仰和生命中 重要吗 为什么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圣母 虽然我时常犯罪跌倒 但有你的鼓励 我能勇敢站起来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和圣母建立关系 让他陪伴我们 抵抗生活中的诱惑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